今天另外選了一場強隊在歐聯分組賽失分的賽事 這個是皇馬主場對布魯日 首先,什麼整體戰術都不要說 只需要說八分鐘的失波 很明顯是皇馬球員輕敵都很交關 那個全場壓迫鬆散的程度是鬆散到一點 都不可以經意,不可以說是做了等於沒有做 做了等於沒有做都比現在更好 現在是怎樣?現在更糟 現在是做了比沒有做更差 賓斯瑪就這樣走過去後方線那裡 就這樣走過去,就沒有了新肉搏的 不是壓迫,你過去而已 盧卡斯摩拉又是,又是埋一埋去 前面的壓迫不強,做了等於沒有做 太輕易被人有空位斬過好球上去 跟著,後面的中低位壓迫 就是做了比沒有做更差 你站前了,但是被人打了反擊上去 那你就更差了 你站前了,但是根本沒有壓到對手 鬆到這一部分,這樣的程度 人家就可以輕鬆拿球拿下來,再轉身中食箭 整套動作都做了給你看,都埋不到人家那裡 你一鬆直線就彈道了,你越位陷阱一失敗就沒有了 如果這麼鬆散,就真的不如不要做全場壓迫 你做了,立即會失球 你不做,你立即收縮 或者反而不用失球 但是黃馬今天主場,對暴露日 你都不做全場壓迫 去壓迫對手,不讓對方猜過半場 那你是不是趕不過 你都要做的,是要照做的 但是你輕敵到這樣又怎可以呢 而且根本不可以說,剛剛打完馬得你打比 你不夠體能嗎?你試試講都不行 你現在是開球八分鐘而已 你開球八分鐘都不夠體能,你會跟我講笑玩嗎? 如果你真的這樣的話,你不如宣布投降扔白毛巾好過吧 黃馬要先落後,明顯輕敵 所以就不怪得斯丹為何在賽後訪問的時候這麼生氣 這次真的要撐斯丹發火了 他講得對的 你這樣就是完全不專業 你這樣不集中發,怎麼踢 這次就真的不關斯丹事了 其實斯丹今天擺那個組合出來的結構是這樣的 算是這樣的 雖然你可以說433沒有禁區頂停波主角 但是夏薩特是當今世上最厲害的 這個是半主角來的 他一速度上都比美斯還快 他應該是做這個半主角做得好過美斯 他可以做這個半主角內切入 進去禁區頂那裡破密集 做這個破密集的系統 而且我都見到夏薩特有 首先拉邊再落次入 不會像上季車路士那樣 一直站在中間變成4231天然老鼠拉龜 他有拉邊 所以斯丹這次是教得對的 而且右邊又擺了盧卡斯、華斯基斯 面對密集支點的賓斯馬 以及有個三個夾慣夾屬的中場莊 理論上是一個合格有餘的結構 斯丹就應該是做了本分 只要球員專業一點 不輕敵其實就沒事的 現在就有東西 因為就是輕敵 球員有責任 要自己搞定他才好 其實我是不會說 責怪皇馬的球員 暫時未能夠說破密集的 因為半主角內切入的破密集系統 難度上是高過主攻 以及超級主攻 是需要多一點時間的 例如通常下半場才可以 入球的 這些內切入破密集系統 因為內切入 就很講說半主角的情況 就是狀態 很講他的狀態 也容易受針對性部署 再加上今天夏薩特剛剛復出 你體諒一下他 這個夏薩特未夠狀態 遲些入球正常 下半場才跟你試試做到破密集 才是 所以要等 你又不能夠 首先失球 而這個就是4-3 三個意念 就是希望三個中場中 保障防守 不用失球 那就小勝對方一兩球 就算了 但皇馬輕敵就不行 你落後了就是不夠 因為你不夠入球 他會蓋回你入球 這個內切入的破密集系統 入球數量就不多 而最慘就是內 難道我們會見到 就是對手都打到一個有威脅力的反擊 今天的左後衛就用奴組 助攻力又不強 防守力又不夠 來到38分鐘 就真的被對方打個反擊再輸多球 摩特力在這個後防線前面 一受到壓迫就會糟糕 他不及別人搶 他一壓迫就搶了他 不及別人搶了他 賓尼迪斯的年代 因為太過後 摩特力放得太過後 就經常都會出現這些問題 而當時摩特力在中圈後的位置 拿球的時候 就看不到左右後衛的位置 因為左右後衛失了中 站在太過前 好像上季季初阿仙奴 變成有前無後 那摩特力後場猜球 沒有選擇 只剩下三條在後場 猜不到 容易被人搶 一搶就立即被人打反擊 左右後衛也太過前 變成有前無後 幫手 不能防守 半場黃馬落後兩球 兩球都是球員自己搶 另外 今天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布魯 久不久都會被黃馬打反擊 但黃馬的反擊速度 偏緩慢 所以未來來說 祖域這個前鋒 就變得越來越緊要 因為斯丹是要多些用他來加速 不過斯丹眼見 現在落後兩球 就要繼續面對密集 所以下半場留給賓斯曼 我同意 另外 就是拿走拿祖 絕對 馬西路進來可以增加助攻力 以及斯丹半場換了守門員 相信很多黃馬的球迷就會開心 不過 黃馬落後的原因 當然不會只是關守門員事 是輕敵 下半場真的不能輕敵 是不能輕敵 因為對手真的領先兩球球 黃馬的壓迫力 下半場就大了 好些 下無波走位的積極性 也多了 好了 入多了禁區 夏薩達也開始捉住 中路內切入的時機 但依然發生53分鐘 隊長沙座拉莫斯中圈送大禮 給對方打多個反擊 不過幸好後面入替的守門員 這個就是 拉奧奧娜 就是瓦解島 救回黃馬一命 一分鐘之後 隊長將功補過 接應名賣名賣 頂頭錘 追回一球球 總之以黃馬實力來說 只要集中一點 主場對暴露日 怎會屈不到機 雖然去到85分鐘 才可以屈到第二次機 攀成平手 就是卡斯米露接應佛球頂入 當時還要對方打少過 但我都會選擇去體諒 現在內切入系統 還未成熟到的黃馬 未能破密集入很多球 剛剛打完馬得利打比之後 其實今天入兩球球都是合理的 如果不輕敵的話 你今天贏2比1 就對了 贏球就過了關 有時候這麼頻密的賽程 你2比1過關 沒有人會說你 但你自己上半場太輕敵了 就糟糕了 你糟糕了 就要說你了 斯丹就說得對 我懷疑 真的有個別的黃馬球員 因為拿過三屆歐聯冠軍之後 再打歐聯分組賽的時候 就沒有飢餓感 這裡其實很難搞 飢餓感這些東西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你消化了 你才可以再餓 但這班人好像有幾班人 吃到飽了 如果你這樣就夠了 吃飽了 退休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都要明白 為什麼黃馬金貴用這麼多錢 其實他們是想買些什麼呢 他們是想買飢餓感 那班人沒有飢餓感 這裡就是個問題 真的要攝高枕頭想 那些球員 如果你這樣的話 那你是不是退休 你回答我是就算了 如果你回答我不是 其實贏多少冠軍 你要好像斯朗 和美斯這樣才可以 人家贏多少次冠軍 抹去就算了 我下屆都是要拿的 是都要拿 拿到我一拿為止 拿到我死為止 人家這樣的心態才是足球員 才是專業 那當然 不會個個都是美斯 你至少要學一下 人家有七八成 對不對 好了 來到這裡 大家不是七八成 是十成 十成的廣告 按廣告 但廣告示範 播了有聲廣告片 這樣才能幫到手 謝謝 記得訂閱 按鐘仔 方便接收新片通知 以及用25元的方法 做頻道專屬每月 都謝謝 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 或者一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找廣告連 再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連會一條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 廣告連會一條廣告片的右上角 我們有沒有說電腦 電腦要關掉廣告成績 手機片的下面 這個就是按廣告的位置 好了 大家做齊這些事 就可以幫到小弟有些風格 多謝了 另外還有幾場的歐聯賽事 包括祖雲達斯 曼城 他們都有賽事 但是今天就沒有時間講完 或者看看星期五或者六 看看有沒有時間補 如果沒有時間補 的話 或者這些賽事 我就略略看看 在下一場的曼城英超賽季 再補下去 因為歐聯有時 對著太陽球隊 說話未必有太多話要說 好了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